罗布泊是我国四大著名的无人区之一,另三个为昆仑山北部的阿尔新,青海的可可西里,西藏乡堂,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,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,平均海拔780公里。 曾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,但可惜的是在1972年就彻底干涸了,如今成为一片戈壁沙漠,这里曾经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情,比如说1949年大军法马不方的2000名部下误入罗布泊,从此下落不明,连尸骨都没找到。 还有1980年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,带着考古队进入罗布泊,从此下落不明,我国甚至出动了空军寻找也毫无发现,罗布泊就像是一个能吞噬生命的禁止,但这反而引起了全国探险爱好者的极大兴趣。 每年都有无数人来此探险。此外,这里还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,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、氢弹都是在这里引爆的。 截止到1994年,我国共在此地,进行了45次核爆炸实验,这里已经成为我国核武器重要实验场所。 目前,罗布泊部分地区,已经被化为军事禁区,其他人是禁止入内的,主要是因为这里多次实验核武器,核污染比较严重,这也是为大家的安全考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